记者近日从陕西省延安市获悉 经过延安市劳山国有林管理局 联合延安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团队 历时一年的红外相机监测 在2022年的3月和11月 两次在该市甘泉县境内 拍到成年华北报活动的踪迹 这是科研团队在该地区首次发现华北报 通过我们对视频和照片的一个分析 这次监测到的是一只成年健康的华北报个体 说明了整个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改善 同时顶级捕食者的出现 说明了生态系统内的食物链的完善 生态系统的一个完善 据科研人员介绍 华北报是报的一个亚种 该亚种为中国特产 所以也称为中国报 从两次的监测画面分析 能清晰观察到华北报建树的体态 看起来非常健康 华北报曾在甘泉县绝技多年 近年来随着退工环林 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的实施 如今甘泉县林草覆盖率达到87% 华北报也再次现身 那么在甘泉分布的华北报呢 是已有报道的陕西省华北报分布的最北端 说明了华北报种群在陕西的种群数的不断的一个增长 它的其一地范围呢在不断的扩散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 除了华北报 甘泉县野生动物共发现27目 59颗 188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4种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16种 省级等其他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3种 下一步我们开展常态化的华北报种群检测 有化检测电位 假大检测力度 提高森林质量 不断提高森我独样性 与延安大选 野生动物保护野酒团队 加强合作 经一步可学探索 老散辖取野生动物 省存状况 为省台稀图回复 固线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